核發勇槍的美國強制泛濫和暴力問題嚴重 武器公司BioFireTech推出個人化的智慧手槍 智慧手槍內建的軟體和電子設備經過全面測試 只有通過指紋和人臉辨識驗證的使用者才能射擊 BioFire產品的目的是作為居家防衛武器 同時避免槍支走火 兒童誤射 減少自殺風險 就算落入壞人 手中也不能被拿來 為非作歹 第一款個人化的九毫米手槍 預計二零二三年第四季出貨給預購客戶 另一款標準型號鎖定二零二四年第二季上市 我們可以有自由 我們可以成為槍主 但我們無法做得沒有正確 責任的規則和規定 槍支管制問題涉及美國憲法 一直是美國長期的政治和社會爭議 槍支泛濫一時半刻難解 智慧手槍問事至少幫助減少意外發生 散立新聞許天文報道